恩格斯出生于莱因省巴门市 14岁到爱北斐特市 这一代纺织工业发达 有德国的曼彻斯特之称 他出生于名门望族 曾祖父创办纺织工厂 几代相传 在父亲时营业扩大 在巴门和英国曼彻斯特创办了欧盟 恩格斯纺杀厂 不同于马克思出生于开明 自由主义的家庭 恩格斯出生于虔诚主义的家庭 保守反动 父亲性情急躁严厉训斥 这是他喜爱骑士小说的部分原因 母亲伊丽莎白出生教授家庭 有较高文化修养和音乐文学品味 送给恩格斯的20岁生日礼物 是虔诚教徒视为邪书的歌德拳集 恩格斯继承了母亲开朗 乐观的性格和对音乐文学的爱好 童年的恩格斯经常到担任 中学校长的外祖父家里 他知识渊博 惠人不倦 1833年冬 13岁的恩格斯给外祖父贺年诗写道 你给我们讲过多少动听的故事 从克尔基昂 特休斯 到白眼哨兵阿尔格斯 从明诺托尔 阿里亚德尼 到头海而死的爱情 外祖父 祝你新年幸福 长寿 愉快 恩格斯13岁以前 在巴门理科中学读书 和他家里一样 前线主义精神 占着统治地位 在那里 获得了扎实的物理 化学和法语知识 14岁那年 他进了爱北斐特市立中学 当时至普鲁士最好的学校之一 他在校长 汉契克博士家里寄宿 学校有一些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教师 例如历史和文学教员 克劳森 对恩格斯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虔诚主义压抑自由 把人生的一切欢乐 通通斥为罪恶 自然引起活泼的恩格斯 对自由的渴望 他在基督教 歧视小说 诗歌中寻找自由 16岁的他在一首诗写道 我看见射手退尔 栗战妖龙的齐格弗里特 执拗的弗士德 还有 兄弟们请不要笑 英雄堂吉赫德 他骑着骏马 在广阔的世界上驰骋 八门没有中学生 马克思在特里尔看到的父亲和老师 都在参与的自由民主活动 八门虔诚主义的资产阶级 与特里尔的开明资产阶级不同 他们不要自由主义 对1830革命没有反应 根本不参与争取出版 自由和宪法的自由主义斗争 他们议论的不是政治或社会问题 而是关税同盟 汽船和铁路公司等经济问题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成长环境 另一个不同 是他看到下莱因工业区 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 青少年马克思感染的自由主义 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对自由的渴望 而青少年恩格斯对自由的渴望 是反对专制家庭和同情无产阶级 悲惨境遇引发的自由渴望 1876年 56岁的恩格斯回忆道 我记得很清楚 20年代末期 普鲁市的廉价烧酒 怎样突然出现于下莱因工业区 很多工人纵情饮酒 政府和工厂主都鼓励这种行为 政府为了酒睡 厂主乐意看到工人因酗酒而涣散 失去反抗能力 他是厂主的儿子 很清楚厂主怎样依靠工人的贫困和颓唐发财致富 并糊弄工人把希望寄托到天上 他对宗教和资本主义惨无人道的性质极大的厌恶 恩格斯的学习成绩不错 有语言天赋 在历史、地理、数学和物理都有坚实的知识 17岁的马克思上了大学 而17岁的恩格斯因为父亲要求他从商 提前一年辍学了 当时的恩格斯跟马克思一样 最希望做一个诗人 但还无力反抗父亲 1838年7月 恩格斯到布莱梅学习经商 这个巨大的汉萨城市繁盛的贸易 让恩格斯对生活和经济、社会大开眼界 他的生活忙碌而快乐 他经历思想巨变 走向激进的民主主义 恩格斯大量阅读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品 支持白尔尼参与青年德意志运动 他的诗作《贝都因人》写道 这些阿拉伯的沙漠之子 原本他们沐浴着月光 坐在棕榈树的青泉旁 敏捷而矫健 战马踩征尘 而现在 为了金钱舞蹈 不是出自本性的需要 难怪他们目光暗淡 沉默不语 1939年1月的诗作《佛罗里达》 仍然是对比自由自在生活的原始民族 跟奴役他们的欧洲人 佛罗里达岛上 受白人压迫的塞米诺尔人 发誓要报仇 杀死所有白人 然而 第一个牺牲者 却是参加过大学生协会 移居美洲 寻找自由的德国青年 这个青年抱怨说 在我指望重新自由呼吸的地方 自由的斗士却给我准备了死亡 我不得不替我的同胞把罪行补偿 在21岁的马克思 还在书堆中跟黑格尔 康德 谢林辩论时 反对工作的异化 反压迫 民族解放 国际主义等主题 已经出现在19岁的恩格斯的作品中 1839年3月 《乌培河谷来信》是他的第一篇 政论性文章 发表在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机关报 德意志电讯 描写家乡500河谷一带居民 艰苦的工作 颓废的酗酒 宗教上流行的愚弄人的虔诚主义 这是他几年后的名作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姊妹片 他写道 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 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 而且从六岁起就是这样 这就势必要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 单干的职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 供腰驱背地坐在织机旁 在炎热的火炉旁 烤着自己的脊髓 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 艾北斐特 2500个学龄儿童有1200人不能上学 而是做同工 工厂主们只需要定期去教堂礼拜 就可以消除负罪感 1839年4月 恩格斯信中写道 我沉浸在自由精神中 关心自由事业 青年德意志派代表的一种时代观念 人民管理国家的宪政问题 犹太人解放问题 取消一切宗教强制 一切世袭贵族的问题 七月革命后的德国文坛 只有青年德意志真正体现了进步 在五月不能伤害的齐格弗里特 描写他一直喜欢的齐格弗里特 欣喜若狂地离开了父亲的城堡 冲入世界的漩涡 急于迎接自己的命运 一股汹涌的洪流 呼啸着独自奔出山谷 松树在他面前轰然倒掉 他就这样给自己冲开一条大道 而我也将像这洪流一样 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在1839年10月29日信中 恩格斯借评价背禁的 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一书 对普鲁士的封建专制主义 进行揭露和批判 金钱贵族靠牺牲平民的利益 来优待金钱贵族 追求一成不变的专制制度 实施的办法是 政治机构的镇压 愚民利用宗教 华丽的外表 制造骗人的假象 青年德意志运动 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实行立宪制 解放妇女等 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并不成熟 政治上并不坚定 不久后 该派的大多数人 就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对青年德意志认识日益深入 恩格斯发现了这个文学团体 空谈理论 悲观厌世 脱离生活实际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 打破了耶稣的神话 批判对基督耶稣的盲信 这一点正适应 正在告别宗教信仰的恩格斯 1839年底到1840年初 他说自己由于施特劳斯 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观大道 开始钻研黑格尔哲学 认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支持青年黑格尔派 1840年5月 他批判青年德意志派反常的 迫不得已的虚伪做法 是不可能持久的 青年恩格斯的自我超越 自我革命精神 从那个时候起 就异常突出 不久后的1842年6月 恩格斯在凭 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说 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 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 施特劳斯 费尔巴哈 鲍威尔 年鉴 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原则之间的斗争 处于高潮 这是一场 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讲的是 德国思想界的发展 而他自己就是一个缩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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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 RF